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大家来临香港文化博物馆 参加《润蜜细无声博物念家国》讲座系列 粤剧历史发展与人民精神 这个讲座系列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配合活动 也是弘扬中华文化系列的活动之一 康民署一直积极推广中国历史和文化 透过举办多元化的节目和活动 让市民认识博底精深的中华文化 如果想获得更多资讯 欢迎浏览弘洋中华文化办公室的网页 今天的活动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香港文化博物馆 一级助理馆长郑章德先生 和大家分享 第二个部分会由郑馆长带大家参观粤剧文物馆 分享馆床和展品背后的故事 有请郑馆长 大家好 欢迎今天大家出席这个讲座 这个讲座的主题就是 粤剧历史发展与人民精神 其实是分开两个环节 第一部分会说粤剧历史的发展 第二部分有关人民精神 第二部分会上网播放几套片 就是任建辉白雪仙的帝女花主演 还有任建辉白雪仙的一个筹款节目唱旅后主的歌 首先说粤剧的历史发展 大家可能清楚的 很多朋友认识粤剧的 我简单分享给大家 首先是粤剧 稱為港府戲、大戲、港府大戲 是廣東地區的主流戲曲 著重唱造念打 大家都聽過 有些配樂樂師、舞台服飾 民間故事表演藝術 它的源流上溯到名沒清初 在清代中葉後漸漸輕盛 在1870年,粵劇的唱腔、表演和劇目 都已經呈現了比較鮮明特色 粵劇一詞在二十世紀才被廣泛利用 粵劇在2006年透過廣州市文化局的牽頭下 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政府 一起申報了 變成第一批國家級粵劇 非物質遺產的名目 在2009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加把粵劇列入了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作名錄 所以粵劇除了是一種表演藝術外 所以它亦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首先帶大家認識一下 粵劇有十個關鍵詞 大家可能都聽過 有本地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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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非本地人就是外來斑 在清代同志年間 有本書寫著 在粵中曲司所教的 在郡溢 即是地方完成 在香村下腳 演藝的人士 他為本地班 他專攻彈奏、唱刊、秦刊 還有他的戲 他的角色也很多 還有一些戲具、衣著都很華麗 第二個名詞是禽花會館 大家也可能聽過 其實在明清時期佛山的地區很輕盛 大家現在有機會坐高鐵去佛山 你也會看到佛山有一個佛山祖廟 其實也是粵劇的源流之一 因為商業很繁忙 寺廟眾多 所以有很多聖誕、仇神的活動舉辦 在《道綱十年》 有本書記載有一個禽花會館出現 每逢大的喜慶節日 又會有些酬神的表演 又會有些戲班落腳演唱 其實禽花會館是一個粵劇靈人的行會 即是一些工會 即是現代的名詞去解釋 他是管理戲班的機構 有些藝人會一起坐在這裡 議論一些事項 以及培訓工作的基地 因為很幸運 閒風年間 其中有一個人士 即是李文某 他響應了當時的太平顛國起義 這個禽花會館被清朝禁殺了 粵劇當時的表演都一度被禁 因為太平顛國的牽連 這裡大家看到的幅圖是佛山祖廟 大家有機會上佛山去看一看 紅船 紅船的戲班其實是在廣東地區 因為大家知道珠江三角洲 是一個奈河地區 很多江河都穿過了 其實戲班人士會坐一些船 去不同的城市或鄉村表演 這些船上其實是由紅色油 所以俗稱是紅船 我們粵劇館裡面 大家稍後有興趣也會看到 有一個紅船的模型 這些戲班坐紅船 穿過河流去不同的地方 在珠江三角洲活動 這個叫紅船班 另外有一個名詞 散港班 其實是坐現代的火輪 即是後期有蒸汽船 所以那些叫散港班 不同的 戲院 大家也聽過 其實在香港早期 150年代 已經有華人建立一些戲院 在1870年代 據這個史料記載 亦有四間戲院 為廣東戲班提供了表演場地 大家稍後看看 有一個表 集中在上環地區 大家知不知道 為何集中在上環地區 因為最早期 英國來的時候 英國人主要是居住在中環 上環地區才是華人的住所 所以有關一些戲班 也是戲院 也是在上環地區 包括現在大家都可以去經過 荷里活島 有一間戲院 也有聲平戲院 大家都聽過 老一輩的朋友也聽過 同慶、高星、普洛、重慶戲院 這些都是在1850年至1870年代 都是在香港建立的 這幅地圖顯示上環的普人街 有一間同慶戲院 在上環水坑口旁邊 右邊有一間聲平戲院 有一個歷史照片 我們在香港歷史博物館 找一些歷史照片 可以看到 現在圓圈圈圈圈 這間就是聲平戲院 就是當時聲平戲院的外貌 剛才所說的 我們在水坑口 又是抱人戲院 抱人街 旁邊有聲平戲院 這幅地圖 也比較清楚看到 水坑口 即是圓圈的位置 水坑口 是最早期英國人登陸香港的名稱 水坑口 也是聲平戲院 然後大家也可能聽過一些提綱 其實提綱是甚麼呢 提綱是粵劇演出的時候 是一些簡單的說明 就是讓工作人員看 張貼到後台 告訴工作人員 這段劇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這張紙 其實是間了一格 表示不同的時間 出場的次序 報警、排場、音樂方面 程序、次序如何安排 每一個角色 出場的時間也有演員的名字 也有提綱器的名詞 傳統粵劇表演 主要形式是 講粵劇出場的次序 串連的安排 以及當時的早期 其實是沒有劇本的 現在是有劇本 以前的早期是沒有的 所以靠提綱 提示幕後工作人員 到了二十世紀 開始粵劇慢慢演變 有劇本 去編讚 反而提綱就會走向色微 我們博物館也收集了一些提綱 一些歷史文獻 大家稍後有機會 可以去粵劇館看看 說到排場 其實排場的意思是 因為粵劇是一個唱造的表演藝術 透過演員的表演 步伐、造手、鋪排和音樂配合 統稱為排場 現存有很多排場的名字 譬如我們這裡列舉出來 有油花園、擺酒定席等等 大家都聽過 其實早期粵劇後面的戲台、戲棚 沒有報警 主要是一搶兩耳 大家可以這樣說 為何叫一搶兩耳 就放了一張桌子 兩張椅子 然後被演藝人士、名寧表演 其實最主要是靠那些演員去唱曲、唱刊、造手、工界去表演 其實一搶兩耳 其實都有幕後的一個故事 就是他怎樣擺位 就代表譬如穿過萬水千山 有些其他情形 就代表他高山的意思 待會有一個圖片 就可以讓大家看一看 譬如這個就是中間那裡 這樣擺位 演員站在上高 就代表一個山丘的場景 另外一個母身 站在上高 桌上高 亦是代表一個城樓的場景 慢慢之後 後期報警多了很多 現在大家看粵劇都知道 所以慢慢 相對少些擺位一搶兩耳 那些戲箱 其實我們粵劇館後面也做了一個後台 亦放了很多粵劇名寧的戲箱 其實戲箱主要是放一些粵劇名寧 或者工作人員的衣服、衣服等 其實早期一般粵劇演員 沒有自己的私人戲箱 是一些有名的名寧 就會有 譬如我們看到這幅圖 就是宇佳先生 他捐贈給我們博物館的戲箱 打開之後 你會看到一格格 放了很多 那些物品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戲箱其實都展示在我們粵劇廳裡面 大家一間可以去看看 這幅圖是當年的英文報紙 還有一些華誌日報 當年一些外籍人士 或者其他中國人 看到 其實粵劇的表演藝術 是很注重那些服飾的 亦是服飾很漂亮的 所以這裡就說 顯示服飾 相對於其他表演 粵劇也有特色 這些照片 就是一些不同的戲班 粵劇服飾 頭飾 規頭 以及衣著 這就是高山劇場幕後 大家會看到 放了一些衣箱 也是有些粵劇 雄伶自己自備的衣箱 會擺放其他的規頭 其他的飾物 放進去 大家都會聽過這個名字 任白氣寶 剛才也說過 任建輝白雪仙 其實1956年代 他們火拍了兩次白 梁正波、任兵儀 一起成立這個先鳳鳴劇團 1996年代就停辦了 其實他成立這個劇團 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將粵劇的藝術表演 藝術化、政治化 因為相對以前 有些地方的戲曲 粵劇 比較不太專業 所以他們發起一個運動 相對專業運動 成立了這個先鳳鳴劇團 這個任白氣寶 其實有幾部片 都是由唐迪生編寫的 包括蝶影《紅寧記》 《帝女花》 大家都很清楚 《茅灘亭》 《自猜記》等等 都變成了一個香港粵劇界的經典 接著是《百和匯館》 其實剛才也說過 《瓊花匯館》 其實之前有一個瓊花匯館 但後來因為太平天國事件 被禁止了 之後在江水15年 就有《百和匯館》 在廣州黃沙建立 如果大家有機會坐高鐵去廣州 在黃沙站下的位置 對面是《百天和賓館》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這張照片是廣東《百和匯館》 在廣州的會寺 《百和匯館》 其實《百和》 因為有八個堂 大家要看到有《少和堂》 《福和》 《新和》 《慶和》 《德和》 《普和》 《慎和》 《慎和》 《永和》 其實不同的堂 也有粵劇藝人 可以在住宿 下腳 其實海外 包括香港地區 你會看到 他們也會自發 組織 一個《百和匯館》 組織 香港《百和匯館》 是1953年 註冊成立的 現時有六個屬會 其實他也是為了粵劇的靈人 龍虎舞獅 謀福祉 也參與籌款活動 直至現在也是 也是重視粵劇的承傳 大家上他的網 也會教導很多粵劇的表演 包括他可以教外國人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他是英文的 即是讓外國人重視 接著就說粵劇與中國傳統文化 首先我們會說一說 粵劇藝的承傳 劇本改編的創作 以及一個傳統倫理思想的載體 以及一個神功器文化的脈絡 首先大家會看到粵劇的承傳 其實是一種大眾娛樂 其中粵劇是一種 也有一個綠柱制 其實他分為他的角色 大家會看到有文武身 小身 正印花膽 二邦花膽 醜身 無身等等 其實都承傳到現在 這張照片就是文武身 和正印花膽 亦是劇盤 其實他改編了很多 以前中國的劇目 大家也會看到有 劏顯祖的馬丹亭等等 其實他亦在歷史的題材裡 取出了靈感 去重新演繹一些粵劇的曲目 例如《帝女花》 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粵劇中 大家都應該了解到 除了一種表演藝術之外 也有中國文化的傳統倫理根基 例如大家會看到首節 宗孝 宗義 宗君愛國 報恩報國的思想 也是神功器文化 其實這裡有香港特色 大家在疫情前 香港駐現了很多場 各地區也有很多神功器 包括一些節日 譬如于蘭節 其他神誕 亦有一些打照 也會有神功器 其實也舉行很多 現在也會有 譬如長洲太平徵照 一些新界地區 鄉間亦有 市區亦有 于蘭節 他們在不同地區 會搭起戲棚表演 有興趣的人士 上網找一些資料 都會知道 每個月在哪個地區會有 其實這些就是 香港的特色 承傳了以前那種粵劇的表演 亦有一種神功器 有很多文化物樂 在這裡承傳 這個元朗村 打照的場景 亦有神功器 八仙何秀 在這裡說了這麼多 其實想問大家 覺得粵劇是否一種 純粹的表演藝術 是否只是純粹表演藝術 沒有其他背景 或者其他文化裡面 有歷史 沒錯 這位觀眾說得對 有一個歷史的承傳 其實承傳的歷史 亦有一些中國文化精神 這個環節是講述粵劇人民的精神 其實我們今天的主題 下半部最主要是 環繞帝女花 和李厚柱去國歸幹 這兩個劇目 向大家分享 其實他有一個 除了表演藝術之外 粵劇之外 還有一個 對於國家興契 國家興奮 或者一些背後的淒美 愛情故事 都會在這裡演繹 當中亦提到 他有一個中孝殉國 不留愛情的經典在這裡 我們選擇了 首先是唐迪生先生 他改編子的帝女花 他講述明朝的長平公主 和父馬周世顯的愛情故事 其實除了愛情故事之外 帝女花大家都看過 其實在背後 亦講述長平公主 其實有兩個角色 他除了是皇帝女之外 亦是一個神子 他有他神子應有的責任 所以粵劇方面 展現了人倫間 情內的矛盾 其實這個矛盾 或者他的演繹方法 是一個跨時代的洗禮 首先大家都看過 《耳熟能場》 《帝女花》 其實這個是先奉名劇團 任建輝和白雪仙 其實這個曲目 劇目裡 其實有六場戲 首先會有樹紋 《香劫》 《香劫》 《黑絲》 《鵪魚》 《上表》 《香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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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這樣問他 是有百恨,以何為首 周世賢回答公主 其實就是問他 天下女子的疑犯 你為何要一主天下男兒的屈辱 問他女子應該有四德是甚麼呢 其實開始大家不太好 大家的態度 你會見到周世賢 即是長名公主侵犯他 說他善於辭令 類主於巧言令式 這些本事應該是周遊列國的 亦說他未見到他的誠意 其實這裡有個紅字 我們特意用這個紅字來表示 其實周世賢的心聲是甚麼呢 他說他自己學問 所以沒有驚天的偉才 但其實他第一 有一個連香識玉之心 第二 他待人真誠 剛才大家都看到 他有誠意 去誠信、去相受 這裏其實唐迪生 也是重點介紹他的德行 就是一個誠信 除了連香識玉之外 他有誠信 這方面帶出的信息 其實這種道德 中國人道德的崇高理想 其實演繹後面 就會看到帝女花的結局 亦顯示他除了忠於愛情之外 亦忠於自己國家 這位長平公主之後 作作壽詩 大家都聽到 雙樹含章旁玉柳 千年合抱未曾憂 這棵樹 兩棵樹根插在一起 大家看到共諧年禮 大家可以白頭到老 然後突然行雷閃電 他覺得不長欲少 周世賢後來講 其實合保連枝已逢流 人間風雨幾時休職 最近要愛情之結文之後 幾許風雨也不怕 另一個版本 他叫做鴛鴦鳥 剛才任劍輝又避易鳥 其實正在用白居易的壽司 在天願作避易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其實在這裏是說的 然後我們會看回 其實顯示了埋伏 即唐迪生 其實預了一個伏筆在這裏 去到最後一幕的帝女花 大家去看回鄉腰的情況 回應剛才我所說的論點 大家再上網看影片 這就是帝女花的最後一幕 大家看回歌詞 其實有很多含意 在第六場 鄉腰的旅館 我這裡截錄了一些大家的台詞 首先大家留意紅色 紅色是場便公主所唱的 因為他和周世賢打算要殉國 因為要回報他的爹娘 因為他是皇帝女 也要看回 其實長平公主的這幕劇 也會交代到 其實他有些半信半疑 周世賢父馬 因為你會看到 他伴大驚王 即是父馬 不甘殉愛 伴我臨全揚 即是怕周世賢不想死 周世賢回到他 即是以江山為重 就是串心盼望能同合葬 即是大家一齊葬一齊死 鴛鴦女雙依叛一齊 即是像秘逆鳥 連理枝一樣 全台作為新房 地虎陰屍女 再相見 長平公主亦說 難為父馬 飲匹雙 其實周世賢回答他 即是以江山為重 江山識辨 他亦不想投靠清朝 亦感謝先帝 即作為一個神子 感謝崇禎皇帝 對他的恩 所以他在這裡 顯示剛才我們所說 除了愛情之外 他亦有一個道德 一個誠信 即是對他的家國希望 對他的國家 對他先帝的誠信 在裡面 然後第二個劇目 就是李后主 去國歸寒 這是任建輝白雪仙所演繹的 大家都聽過 這部電影是由李后主改寫而成 由李后主去國歸寒 去國即是離開自己的國家 歸寒是當時五代十國 南唐這個國家 兩個最主要的人物 一個是李玉 大家是李后主 大家都應該聽過他的首詩 就是愚美人 另一位是他的皇后 小周厚的愛情故事 因為當時宋太祖 統一國家 開始打到南唐這個國家 宋軍進京金陵 金陵即是南京 南唐的軍民守了幾個月 最後破城投皇 本來李后主和小周厚 打算立刻自焚殉國 但是被宋的將軍曹斌阻止了 要求他要投皇 以及去宋國那邊 因為李后主想到 不忍這個戰火 傷害當時南唐的人民百姓 所以他就呈了這個投皇表 給宋朝 這一幕劇其實就是展示 李后主 他即將上這個宋國的船 去到汴京投皇 大家可以一會兒看這部影片 其實他會有很多國家的意識 國家興亡的意識 以及以這個兒女詩情展現出來 我們上網看看最後一部影片 剛才他亦引述了 李后主的那首詩《魚美人》 《不堪回首網》 大家都讀過 以前我中學時代也讀過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時知多少》 《小流作夜有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宗》 《雕蘭玉砌英有載》 《指示珠顏改》 《民君能有幾多仇》 《合遲一桿春水向東流》 其實他有些詩也加進去 回應李后主去國歸降 強調李后主小舟後去國的傷感 大家看到剛才的表演和劇目 他患難生死與共的堅毅愛情 亦看到宮女送他上送船 那種悲壯的場景 這裡看看紅色是小舟後的台詞 他首先是《遺文女》 大家看到剛才《白雪仙》最初唱的 李后主亡國恨 恨似山峰插入天 亦承破祖懷殉國念 承破的時候他想殉國 但為何要委曲求全 而是因為他憐憫他們自己的百姓 在江南地區 害怕受戰火牽連 所以他很不情願之下 被老去宋國 去忍辱歸漢 亦是哀鋼舞 黑球人的憐憫 如果看電影或舞台劇 你都會看到有一艘船 在這裏會送他上船 這套衣服其實是龍健身送給我們文化博物館 就是李后主出戲那件衣服 就是我們的藏品 小舟後剛才《白雪仙唱》 就是開籌 亦怕牽連了百姓和體恤 所以他們之間才會投降 他這個囚禁在宋土中 藍色就是李后主所說的 難以回來 不會有機會再回來 亦是山河變色 他感慨萬千 軍民對浴的場景 亦是葛破家亡的 恨前面 亦是李后主的首詩 《顧國不堪梅首》 在這裏加進去 傷心踏上宋船 最後那幾段 就是剛才任劍輝所演繹 《四十年加國》 《三千里地山河》 一旦歸岸 成為被俘虜 亦會很難再回江南地區 最後對於太廟慈別 大家揮淚對於公娥公女 最後大家剛才聽到 《皇上珍重》《娘娘珍重》 後話就是宋太宗嘉賓後的弟弟 宋太宗登基後 借以李后主的首詩 剛才我朗誦給大家聽的時候 說他還有懷念他自己故土 故國的情懷 所以被毒酒刺死了李后主 之後小舟後見到 阻止不了 就一起喝了毒酒 最後雙雙死去 變成今天的講題 大家看到《帝女花》和李后主 除了粵劇是一個中國歷史戲曲 他有傳承 有歷史發展 但其實他也有他背後的人民精神 傳重了這麼多年 包括這個人民精神 就是中國那種道德 人民的思想 包括中軍內閣 除了愛情的堅實感情之外 他亦飾演了幾個角色 除了大家是情侶之外 亦是一個神子 對於江河變色 亦是他有一個矛盾 即是投往或要去殉國 他有一個選擇 所以這就是他背後的人民精神 亦是中國戲曲和西方有些不同 今天其實大家看完之後 可能回去有興趣 也可以上網看回剛才的片段 或者可以看回其他曲目 因為他也有多長 所以其實今天的講座 就是帶回這個訊息給大家 多謝大家出席 現場的觀眾也可以幫我們花一點時間 填一填網上問卷 告訴我們你們對這次的活動有甚麼想法 或是之後想看甚麼內容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訂閱我們的Instagram 去香港文化博物館的網頁 YouTube頻道發掘多些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виж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